各位书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书法里面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结构松散还有结构紧凑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词字的两种写法 大家看一下哪个字写起来不好看 看起来有点别扭 哪个字看起来结构会比较舒服一点呢? 可能大家一眼能看得出来是这个字写得比较好看点 这个字写得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给人家感觉就是最大区别 就是这两个部首它分得太开了 中间留下来的空洞太大了 给人家感觉就是结构散架松散 这两个字松散 虽然它的写法不太正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就不一样了 和这个形成纤绵对比 结构这两个结构呢紧紧凑在一起 结构方面呢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结构紧凑 所以这种写法是正确的 大家记住 结构紧凑 这个姿势点呢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了 这种写法 好 那么我们来又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其实和刚才的问题差不多的 大家也来看一下哪个字呢会写得不好看一点 好也是一眼能看得出来肯定是这个字啊 在乐字里面 乐字呢在繁体字里面呢 其实它的笔画是特别多的 虽然特别多的字呢 我们更要把结构呢写得紧凑一点 大家要看一下这三个偏旁不守 散得太开了 给人家感觉就是太宽了 然后太扁了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别扭 那么这个字就不一样了 紧紧相凑在一起 结构方面呢比较方正 比较紧凑 所以呢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一定要把它紧凑在一起 两个乐字的对比 还有这个词字的对比 一定要记住了 结构一定要紧凑在一起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我下方留言建议 有一些比较难的字的话 我可以在做下一期视频的时候 可以给所有们在线解答